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健康100分,健康生活更繽紛 大家好,我是施盈 大家好,我是曉嘉 曉嘉,春节差不多到了 是 对,春节前大家都会感觉到很快 就会有困扰,你知道什么困扰吗 肯定吧,我觉得过春节 有时比上班更忙,为什么呢 应酬多,喝喝吃吃又多 接着很容易吃完之后 就躺在那里,动都不动 你会感觉到脖子很痛 还有腰也很痛 是的,在这个时候 因为医院未必有医生直斑 可能有些朋友说 自己按两个线 或者在按摩椅子上按摩 但有些人会怕 按两个线 你不懂得按摩椅子怎么办 按摩椅子怎么办 按摩椅子怎么办 需不需要打针呢 需不需要吃药呢 需不需要去那些专业的地方去按摩 对于这个问题是 应该怎么解决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 就这个话题来谈谈 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 到场的三位嘉宾 也是三位美女 首先介绍的是 一身红衣的郭德欣 大家好 很迎接 还有隔壁就是我们经常会见的 王芳姐姐 芳姐,欢迎你 大家好 隔壁这位笑得这么可爱的 就是我的拍档 陈文敏 是,没错了 希望大家常常健康一点 很迎接,大家都穿得很火红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颈椎问题 不知道三位美女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比方说春节 做不做按摩的 对 我觉得如果是大时大智 就算真的痛 也很少会去看病 因为大时大智 去医院不太努力 可能如果真的有腰椎路 或是颈巾股痛 自己擦一下就算 你先禁锁 禁锁的味道 有时不舒服 可能对于电脑太多 噴一下云南白药 贴一下阵痛膏 就算了 刚才我们觉得欣说 其实她会噴一下云南白药 像老人渣 听到来 对… 有点 我便觉得 我很想知道 方姐她会如何做 你也会跟自己做 我觉得自己很难 如果自己按 那你不按 我怕按不准 按不准 因为你冤痛的时候 你会觉得按哪里 哪里都会冤 这里都是穴位 我怕按不准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偶尔 趁她没有冤得那么厉害 那时候 你就左左右前前後後地移动 但是我才哥… 以运动来代替 就是平时的颈感搏碰 龙船 即是你坐在那里 也可以这样移动一下 旺旺呢 我其实… 尤其是我们平时 做主持有做活动 是 可能你要站几个小时 站完之后 就真的很想去捏一下 如果没有时间去捏 我就会做瑜伽 尤其是你没有时间 做一个完整的瑜伽 做一些瑜伽的动作 可以放松到 拉松一下筋骨 对 都会舒服很多 三位嘉宾日常保健 都有各自的小方法 那他们做得对不对呢 推拿和我们平时讲的按摩 有什么不同呢 立刻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 广州中医药大学府一院 推拿科主任张静 跟我们讲解一下 从推拿跟按摩的名字上来讲 其实本来他们起源是一样的 只不过按摩是自古以来的一种称谓 而推拿是从我们到了明代 小儿推拿盛行以后 开始出现的这么一个名词 那到后来呢 就一直推拿和按摩 就一直推拿和按摩 两个词呢 就一直沿用至今的 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在北方的一些城市里 他们的推拿科呢 也叫按摩科的 哦 对 但是呢 在咱们这边呢 就主要都是叫推拿科 而且 在目前呢 就有一种趋势 就是好像大家把这个 医院里面的 有医疗性质的 这种正规的 推拿 就叫做推拿 嗯 然后在外面 这个保健会所里面 进行的那种 保健推拿呢 就叫按摩 嗯 这个是我们 现代人 自己有这样一个 区分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都很想知道 到底这个推拿按摩 它具体有什么功效 对我们的身体 有什么帮助呢 推拿呢 可以疏通经络 可以调整我们的脏腑功能 嗯 然后还可以提高 人体的免疫力 嗯 嗯 那我们平时自己在家 是不是都可以 和自己按摩 嗯 在家里面 一些小问题的话呢 自己做一些自我保健按摩 是可以的 嗯 但是如果你在自己家里面 自己做了按摩之后 效果不明显 或者是反复发作的话呢 这个时候 还是建议大家去求助医生 嗯 讲书讲 还有那些呢 不求人的那些按摩棒 就是自己摔一下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器具用不用 但是会不会 就是容易造成反而损伤呢 这个要看情况 嗯 比方说一个闹疹的患者 他刚刚闹疹了 局部肌肉症挪得很厉害 炎症水肿也很厉害 这个时候如果你去 用那个东西去打它的话呢 就有可能让那个炎症慢炎开 可以加重的 哦 对 那其实我很好奇的 要问一下张主任就是呢 Tuner是否真的可以医病 因为这件事 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 还有就是呢 其实它的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这样之后发觉 哎呀真的好像好了一点 那条腰不痛 或者条颈不痛 这样的 这个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中医的基础理论的核心了 嗯 就是特别是我们Tuner 针就这一块的核心理论之一呢 就是经络学说 经络呢 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通路 而这个通路呢 是内属脏腑的外落之节 它可以运行气血 然后呢 联系我们的全身 那这样的话呢 经络其实是把人体 形成了 联络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中医是很重视整体观的 那这经络它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运行气血 它是有个传导的功能的 嗯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 头痛的患者 我们去按他手上的核骨穴 他的头痛就可以缓解了 嗯 为什么胃痛的患者 我们去按他的足三里 他就不痛了 嗯 这就是一个经络的传导的一个作用 如果从疾病的这个病理上来讲的话呢 如果我们内脏有了问题的话 他也会通过经络传导到我们的体表的穴位上 嗯 所以有些患者呢 可能会觉得 背痛 但是他不一定是真的背痛 可能是心脏有问题 也可能是胃有问题 这样的话呢 他传导到了背上 就会出现了背部的一些症状 那所以我们推拿的正是通过 对于体表的这些反应点 进行一个刺激 那让这些反应点呢 通过经络的整个一个调控的作用 来对我们内部的脏气也好 皮肉筋骨也好 产生一个调节的作用 中医认为经络遍布于全身 沟通和联结人体所有的苦状 器官等组织 再通过气血在经络中运行 组成了整体的联系 推拿手法作用于体表局部 可以通经络、行血气 进而影响到内脏和其他部位 达到治病、防病的目的 要注意的是 推拿这病不仅是按痛点 而是必须根据循经取悦 日常中一些常见病的按摩 应该如何取悦呢 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题健康考题 治疗感冒常用的阅位有哪些 A. 派阳穴 B. 迎香穴 C. 风驰穴 D. 合督穴 E. 涌泉穴 我前面三个都知道 而且我肯定前面三个都对感冒 影响在哪里 鼻的旁边 不知道是两指还是三指 那就是… 如果按或按摄它 是可以… 通鼻吧 鼻敏感、鼻塞等有用 那一定有用 太阳穴至少感冒 应该有用的 那风驰在哪里 我知道 是在… 后面 那个头和颈摺的地方 你不是有两条跟吗 是 那个跟外面 某位那里 那都有用 你经常去按摩 这个位置应该有用 因为有时… 我没有按摩那里 但是知道这里是… 缓解那些什么鼻塞 流鼻水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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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答案是A B C D 三个都错了 大家都错了 为什么呢 这个感冒的话 我们中医讲的是太阳中风表症 它是属于膀胱经的 所以涌泉是在圣经的 它就跟它关系不大了 哦 当然从经络方面是一个考虑了 再考虑它这个病胃所在 那太阳、风池、银箱 这都是在头面部的 那有些穴位虽然不是旁观经的 但是我们说经络所过 主治所及 就只要它经络过的这个位置 如果它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对局部进行治疗的 好了 那再听啊 张主任呢 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个月位 它究竟这个作用是怎么样的 那太阳穴跟风池穴 还有颗骨穴呢 都可以治疗感冒头痛的 点按这些穴位呢 对于感冒和头痛的环节 是非常好的 而银箱穴呢 是可以治疗鼻塞 流鼻涕 颗骨穴 同时还有退热的功效 可以治疗发烧 好 刚才张主任介绍了几个 治疗感冒的常用穴位 这些穴位具体在哪里呢 按摩这些穴位 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马上请张主任 和我们示范一下按摩的要领 治疗发热呢 我们最常用的是合骨穴 合骨穴的取穴方法呢 教给大家一个简易取穴法 中医呢是讲同身寸的 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指 去度量这个尺寸 那所以呢 给它取合骨穴的时候呢 就要用它的手来取穴 用右手的拇指的指尖关节 对住虎口的位置 然后把手指压下来 那么这个点呢就是合骨穴了 对合骨穴进行按摩的话 就可以有很好的退热的作用 好酸啊 酸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酸是正常的 对 同时它除了退热 还可以治疗头痛 其实合骨穴 它对痛症都有效果 好 下一个穴位 我们来学习一下 下一个穴位治疗头痛的穴位呢 有太阳穴 嗯 太阳穴呢是在我们的这个 眼睛的外脚 外上方大概一个横指的位置 所谓一个横指呢 就是指它的 拇指的这个 指尖关节的宽度 嗯 指尖关节的宽度 那对于它来讲呢 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你可以自己摸一下 其实那个点呢 太阳穴是有点凹陷的 按下去 就是凹下去那个就是太阳穴 对对对 按下去也会有酸痛的感觉的 紧张人再介绍一下 下面一个穴 风尺穴 风尺穴 第一点点头 可以看到这两条大筋 看到吗 看到 你们自己也可以摸一下这两条大筋 顺着大筋往上推 进入法际 也是大概一寸的位置 这个一寸就是它的 它的拇指的这个指尖关节的这个宽度的位置 哦 其实我们自己这样往上推 推到后脑勺 那个整骨顶住了这个位置 就推不动了 这里就是风尺穴了 哦 推到顶 如果按够半分钟或者一分钟的话呢 你会感觉头脑一下的清醒很多 哦 有眼前发亮的感觉 哇 这每个穴位都有半分钟到一分钟气就高 对对对 哦 好 那下一个穴位呢 银香穴 银香穴呢就在我们的鼻翼旁边 那鼻翼旁边呢 其实0.1寸 就是我们说一分的地方 其实不用那么纠结于那0.1分到底有多宽 大概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银香 就是在这个鼻翼的中间 偏外一点点的位置就可以了 嗯 那其实按的时候呢 有点像内 像里呢 感觉到这个位置有点酸酸痛痛的 是吧 你觉得你的鼻翼呢 这个相对来说好一点 是吧 但是真的有通鼻的感觉 不是开玩笑 那其实这个方法都可以 就是说治疗一下鼻炎的效果 有没有 是啊 是啊 都可以吧 对鼻炎啊鼻痘炎啊 都有一定的这条效果 鼻敏感那些 那这个可以大家在家里这样做的了 那如果喉咙痛呢 喉咙痛呢 喉咙痛呢 我们主要是拿它的胸手乳突肌 这条肌肉 这条肌肉呢就是胸手乳突肌 看见吧 它一转头就翘起来了 哦 那这块肌肉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拿柔 拿柔 拿柔 对 把它提拿起来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促进我们颈部的 还有喉咙的血液循环 可以促进炎症的吸收 那也就是说也可以治咽喉咽等等的 对是的 当然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 你要搞清楚 它这个咽喉咽是什么性质的 哦 慢性 可以 哦 可是这个位置不是有很多淋巴吗 是不是也 不是 我们拿的是肌肉 不是肌肉 那是两边就是 它们腻腿三个 两边都要捏 那如果它 此时喉咙正在痛 正在痛 我们可以在喉咙的附近找到它的痛点 哦 哇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这里可能会有一点痛 因为这里呢 我摸到它有一些调索 不是它喉咙的调索 而是颈部肌肉的调索 它咽喉痛的话呢 周围的肌肉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的确今天有喉咙痛 所以我们会摸得到 那这些地方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定的刺激 但如果这个患者是化膿性的扁桃腺炎呢 我们就不建议做推拿了 只是说一些感冒的 普通的感冒的喉咙痛啊 或者是咽痛呢 那就可以做推拿了 太阳穴、风池穴和合谷穴 都可以治疗感冒头痛 合谷穴还有退热的功效 而影响穴主要用来治疗鼻塞 流鼻涕等症状 而要治疗喉咙痛 可以按摩喉咙周边的胸锁与突击 需要注意的是 按摩治疗适合普通的感冒发烧 对于急性高烧 或者化膿性的扁桃体发炎 就不太合适了 春节期间 大家的聚餐都不会少 万一吃坏肚子怎么办 来看看第二题 腸胃不舒服 可以按摩哪些穴位 A,中枢 B,致阳 C,中丸 D,长强 E,大椎 我很明显又要大包围 因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 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所以我全都损了 对了,方姐 我一定会认识他 我肯定会认识他 C C? 中丸 丸 在哪里 陶瓷 我也是认识这个位置 陶瓷 中丸在陶瓷 你自己选一个 可能中枢也对吧 我也是选中枢和中丸 A,C 因为我记得在这条线上的穴位 也有个中字 所以… 一定腸胃消化也对 在胃和腸之间 对 其他就不敢选择了 其他就不敢选择了 好,看看我们张主任的讲解 腸胃不舒服 应该按摩哪些穴位 大家知道中枢、中丸和致阳 这些调制腸胃的穴位在哪里 遇到颈椎不舒服,怎么办 在外面按摩的时候 是否可以随便做颈椎腹位 下一节 将主任将会对这些问题 一一进行详细解答 内容更加精彩,千万别走开 新年表新意 整天检查投资 因为你用的洗发水只做了一半 新海飞丝有效去舌 更形成长下保护层 让你持久无舌保护 去舌更进一步 实力派海飞丝 新的一年 带来新的足远 新的期许 正确答案是A、B、C A、B、C 中枢 中枢和智阳在我们的背部 它对于胃肠有很好的调节的作用 那有一些胃肠病的患者 可能往往也会在这两个穴位上有所反应 会有一些压痛点 而中腕穴是在我们的腹部 就是在胃的这个体表投影的这个位置上 那它就部位上来讲是最接近胃部的 那所以对胃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中枢、中丸和智阳的取语 有些什么技巧呢 按摩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立刻请张主任给我们示范一下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智阳和中枢的血位 那这个要简易取血 你的手要放下来 因为胸椎有很多节 我们可能一下子数不清楚 到底哪一节是在第七 哪一节在第十啊 太难了 搞不清楚 那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呢 就是找它的肩胛骨的内下角 肩胛骨内下角 两边的肩胛骨内下角 最尖嘟嘟嘟的 连线过来的这一节椎体呢 就是第七个胸椎 这个血位呢就是叫智阳 中枢穴呢就往下再数三个阶段 一二三 再数三个阶段 就是中枢了 所以这样定位呢就比较方便 对 好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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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枢很难啊 就算找到呢 你反手 你根本出不了力 反手就够力 对啊 使不了力 其实这个呢也有一个好办法 就是我们躺在 自己躺在床上 把拳头弯起来 把这个指尖关 掌指关节 这不是四个 高高的硬硬的 把它顶在我们的胸椎后方 诶 诶 躺下去一顶它已经很大力了 诶 这样呢就有 可以起到调节的作用了 诶 因为我们自己揉确实很难 很难揉得到 但是你把拳头握起来以后 往上一放 你人躺下去 这个力量就很够了 那这个里面呢就没有说这个 足三里 其实足三里才是我们治疗 胃痛的最常用的穴位 嗯 那我这里呢不妨把足三里 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哪里 曲穴呢我们用同身寸啊 嗯 这一个手掌并起来 指尖关节的这一条线呢 这个宽度就是三寸 那这个穴位呢就是在 读鼻下 三寸 把这个手比下来 对三寸的位置 然后呢 颈骨旁 旁开一寸 那这一寸呢 就是用你自己的手指的这一截去横了 去量了 是这样横量 那你要这样动起来 动起来这样子去量 哦这样去量 从这边往这边 大概在这个位置上 哦 对 那所以呢就这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了 哦 嗯 那中丸穴呢大致给大家说一下哈 哦 剑突下就是我们自己的胸阔的下方 大家可以摸一下啊 就是从骨头往下摸 开始变软的地方就是 剑突下了 哦 那这个位置到肚脐之间呢 嗯 这个呢我们 我们就是认为呢 它是有八寸长的哈 那它的一半四寸的位置 就是中丸穴 就刚好在剑突下和肚脐之间的正中间 哦 中段啊 这个位置就是中丸穴 哦 这个按下去要用多大力啊 这个不用很大力 就是轻轻按一下 这个对对对 特别这个角位呢 选用的时候有一定的要求 因为如果要是慢性的胃痛的话呢 我们中丸穴可以多点柔不要紧 如果是急性的胃痛 或者说吃得太饱的那种胃痛的话呢 就最好不要在这个局部进行推拿和按摩 哦 因为会引起会加重不适 哦 是的 那刚才晓嘉你已经感受到了 是 这些月位呢 对你的腸胃帮助很大 嗯 很想问一下专家呢 就是说如果是辐射或者是肚脱不舒服 那应该按哪个月位会好呢 对我们 呃 这里呢可以介绍两个穴位呢 这两个穴位它不仅可以通便 也可以治疗 谢谢 也就是说呢 它是有双向调节的作用的 呃 这两个穴位呢 一个是叫天书 一个是大横 那天书呢 就是在我们肚脐旁开两寸 这两寸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两个横指去比 啊 然后呃 大横呢是在肚脐旁开的四寸 呃因为刚才也跟大家说了那个同身寸 大家可以根据同身寸自己去找那个穴位 那这两个穴位呢 我们做按柔 局部按柔的话呢 它既可以 就是如果你是便秘的话 你按柔它就可以通便 如果你是浮泻的话呢 按柔它就可以止泻 哇 那那个手法会有什么不同吗 都是一样的 按大一点还是小一点 还是要 没有 戳还是要按 都是用按柔的方法 按柔的方法 其实它这个大小 地度 呃 关系并不是很大 嗯 呃 关键是这个穴位本身它有双向调节作用 就说它会帮你把你的肌体 从不平衡的状态 趋向于平衡的状态去调节 哦 那一般的话 按的那个时间要放多久 像刚刚 三十秒到一分钟 按下去可能十来秒 还是说要使劲按住 可能十秒就可以放了 还是说要长期的 是不用很大力 就是按柔四分钟 好了 听完我们张主任的一个介绍之后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健康达人 看问题的环节 你看看短片当中 我们这个达人 他有什么问题 芳衣是一间公司的财务 臨近年尾 经常加班加点造仗 最近他经常觉得颈肩疼痛 睡又睡不好 一位从事中医推拿的朋友 过来看他 说他患了颈椎病 要帮他做颈椎腹位 但是芳衣担心颈椎受损 怎么都不肯做腹位 你这个是颈椎病 你一定要做腹位 什么是腹位 就是现在你的颈椎 骨头的位置 转了一点 现在我帮你按下去 就是这么简单 不做得很牙齦 还没起来怎么办 我们做推拿科 这些腹位手术 腹位很少疑科 没有问题 不做不做 一会儿弄伤颈颈椎腹位 怎么办 好了…我先帮你按摩一下 你到时自己再去医院看看 好吗? 好… 请问芳衣可否做颈椎腹位 当然要腹位,已经错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吗 因为我之前… 家人有试过头晕 即很晕,是天旋地转 对 接着要叫救护车的那种晕 因为他站不起来 完全不能动 最后发现… 当时担心心脑血管 做了新年徒 做了脑的治療 也没有肿瘤 很明显就是颈椎 错了位 压迫了神经公血不足 所以会暈 所以做了… 他也有去做腹位 做完腹位之后 人是当时那一刻 已经立刻觉得 哇…神清气爽 是的,片里面这个芳衣 他的错位到底 是否真的经过医院的确定呢 那他需不需要腹位呢 我们请张主任跟我们讲一下 如果他已经去正规医院检查过了 确实是有颈椎错位的情况呢 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复位的 不然的话呢 他的症状是比较难缓解的 当然如果要是说 这个患者没有明确的错位 只是说颈肩有点不舒服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是不是需要复位 因为所谓的复位呢 不单单是帮你纠正小关节的稳断 那其实我们很多深层的肌肉 像多裂肌回旋肌 这些肌肉呢 它是紧挨着我们的椎骨的 如果我们单纯的用手法去做推拿的话呢 是很难松解到这些肌肉的 那这些肌肉呢 往往我们通过颈椎去复位的手法呢 是可以震荡到它们 可以放松到它们 所以说要看这个阿姨她的颈椎紧张的程度怎么样 是不是能够通过一般的按摩手法 就可以放松了 如果还是放松不了的话呢 也可以做一下复位的手法 去帮他把深层的肌肉再拉伸一下 其实复位应该是怎么去做呢 是不是真的好像刚才摄平所说的 真的条颈一扭一声就搞定了 这个很专业的 不能够随便被人扭了 知道吗 你是那些专家来的 所以要听一下解一下 解释一下 这个颈椎关节错位的复位手法呢 其实是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的 虽然说外面可能有些洗头妹 她都会咔啦咔啦帮你搞响 但是其实呢 她这种搬法呢是没有任何目的性的 而且她对你的颈椎情况并不了解 那有些患者 比方说她的颈椎是向前滑移的 那你在搬颈的时候呢 是我们要调整到一定的角度才能够去搬的 有一些甚至是禁忌做搬法的 就要看她这个滑移的程度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作为专业的医生来讲呢 是一定要排除禁忌症 在自己的适应症范围内去做适当的手法 进行复位的 那外面那些保健场所 或者是洗头妹那些呢 我就不建议大家去进行搬法了 还是很危险的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想法的 就是说呢 好像说经常复位呢 会令她变得越来越松 反而更松了 更容易错位 会不会有这种说法呢 那说经常复位这个频率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像我们临床的病人呢 治疗一般是隔天过来治疗一次的 那我们隔天做一次治疗 给她复位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并且我们除了给她做复位以外呢 我们还要交给患者回去做功能锻炼 你那种说法的话呢 可能是担心颈部的肌肉组织 就会变得松了 太松弛了 对 她以为骨头就会松掉 拉得多 松弛的话呢 确实会影响 就是如果你松弛掉的话 可能颈座会更加的不稳 但是我们的这个斑法呢 一般是很轻巧 幅度不会很大 不至于说把你的这个韧带啊 给拉得松掉了 另外呢再加上交给患者回去做功能锻炼 加强他肌肉和韧带的这种功能 这种力量 那这样的话呢 颈椎还是处于稳定状态的 对了 那这个复位呢 如果万一做得不好 那一个效果会是怎样呢 要问一下张主任四 这个呢我们也听说过这样的案例 就是有患者的颈椎痛不舒服 然后呢就在外面的这些按摩场所呢 这些小伙子们可能也很热心 说我帮你复一下复一下胃啊 让你舒服一下吧 结果搬完了以后呢 这个阿伯呢当下就动不了了 嗯 就瘫痪了 嗯 那这个阿伯呢也很不幸 瘫痪了三个月以后呢 就过身了 哦 就是真的是会导致神经损伤 然后瘫痪 他可能会伤到神经特别是脊髓 如果脊髓受损的话呢 我们就有可能会出现瘫痪的症状 甚至是直接要了命的 谢谢 警告大家 这个伏位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一定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做 因为很危险的 对 那其实呢 我们的枕头也很重要的 很多人就睡一睡 枕头变形了 可能说睡觉的姿势不太好 就会是睡矮颈 是的 是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我问了,张志愿 张志愿 奋禮颈不是病 不过痛起身真的要人命 奋禮颈后 脸哪个月位可以立刻缓解呢 遇到脚臭筋应该怎么办呢 手麻是否也可以按摩治疗呢 下一节回来,内容更加实用 欢迎继续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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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怎样问答都一位 还有新春动物,定省50元 投射90%的受访女性说 投射总是反复,够了 新青羊,滋仰头皮的天然保护层 提升你的投射对抗力 新青羊,无懈可继 我无需隐藏 圆圆满满是福 红红火火是福 热热闹闹是福 聚在一起就是最大的福气 麦当劳年年有福宝 如果是闹疹的话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穴位 非常简单又非常有效的穴位 自己可以做一些按压 按了这个穴位之后 一边按着穴位 一边自己左右活动一下颈固 慢慢的肌肉的症软就会松解开 分离颈之后 可以按摩手掌的经外期越来缓解 一个月位在哪里呢 立即请张主任现场示范 比方说是左边的颈椎 左边的肌肉闹疹了 我们可以按它左边的落枕点 反而是按手 对 按手上的一个落枕点 这个是境外齐屑 这个落枕点的位置怎么取屑呢 就是在第二个手指和第三个手指之间 在长指关节后方 大概是0.5寸的地方 在这个点 0.5寸的地方 对 这个点 因为这个点呢 两边都是骨头 我们按下去的时候 其实挺难按到位的 所以其实教给大家一个办法 就是拿圆柱笔的那个笔头 点压这个位置 自己去按压 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太太多骨头的话 我们手又大 手指大 很难按进去 那就很难有感觉 点下去以后 它感觉到有酸胀的时候 就一边 开始动脖子 自己去动脖子 对 哦 那如果这边有肌肉痙磷的话呢 通过对这个穴位的刺激呢 它很快就可以松解那个痙磷了 是不是譬如说我左边闹枕 我就往左边转 你往哪边转不动 你就往哪边转 那暗左手还是暗右手啊 有没有什么区别 哪边痛就按哪边手 哦 哪边痛按哪边 哪边痛按哪边 哪边转不到就向那边转 是啊 转到它松为止 是 大幅度转 好, 接着来看看第二条片 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 可以学习一下, 去片段 一天, 麦姨在家拖地 突然小腿抽筋跌在地上 老公可白马上过来 看到麦姨这么痛苦 要帮她按摩 老婆, 什么事? 抽筋 抽筋而已吧? 我帮你按月位就好了, 来 我什么鬼月位 抽筋, 这条筋的事 关什么月位呢? 我按过月位, 不是按摇筋 按了就好了, 血液流通 不然你按错了月位 按错了时, 连我的脚也弄了 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来吧 不用了 请问小腿抽筋 可否按摩治疗呢? 如果我抽筋 老婆跟我说按一下 按一下, 行不行 肯定先按一下, 是不是 先按一下 按错了 按错了 但我觉得按一下也有好处 有帮助, 毕竟抽筋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 是不循环 有时天气太冷也可能会抽筋 因为你没有血液循环 你不是用普通的方式 就是按着脚板 跟着这样屈曲 所以… 倒腰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如果有人帮你这样捉一下 有人抽筋 你这样捉一下, 顺一下 也会舒服一点 我觉得其实应该有效 我觉得自己去处理抽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虽然我们只知道拔 拔根那一刻很快它缓解了 但是你觉得很快之后 它有时再抽一次 很容易再复发 即使你这样拉直了一条筋 鬆了 你觉得还要加按摩 但可能短时间 可能不超过一小时 它又来过 你也赞同要按摩 对, 最好有些… 对, 像这样子 很厉害的月位 可以跟着 不是 反正平时如果我偶尔会抽筋 都是倒起那个脚板 就是这样倒起它 对… 其实它就过一会儿 你要坚持一会儿 因为你这样要保持 我觉得保持几分钟之后 我就基本不会复发 正这样 那这样合不合呢 抽筋正在发生的时候 其实最好还是不要去按它 最好的方式 还是像你们刚才刚才说的 拉伸, 把腿蹬直 把脚板掰回来 这样就可以了 保持一段时间 它那个肌肉的痙攣 松解掉了以后呢 症状就消失了 当然我们说 这个抽筋为什么会发生 可能跟它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 或者是寒冷刺激都有关系 那我们除了平时要注意保暖以外呢 那下肢的血液循环的重建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 在我们没有抽筋的时候 就可以做推拿了 那没有抽筋的时候 那怎么去做那个推拿 摁哪些部位会比较好 如果是自己给自己做推拿的话 你只要去揉大腿小腿 拍打大腿小腿 促进下肢的血循环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 哇 就这么简单 但是要坚持做 每天 每天要做吗 对每天都做 特别年纪大的人 本身下肢循环是差的 那我们自己的话 经常做一些敲打的 拍打的这些作用 动作的话呢 是会有比较好的促进血循环的作用的 时间上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定的要求 大家想得起来看电视的时候 没事干就可以拍打一下 哦 对 次数也不限 次数也不限 那还有如果是手麻呢 就是手麻的时候 那我们拿也拿不到 那应该怎么去救急呢 应该按哪个位置呢 手麻呢其实原因还是挺复杂的 很多疾病都可能会引起手麻 颈椎病会引起手麻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那除了颈椎病以外 脑血管的疾病也会引起手麻 还有这个糖尿病的 对末超神经炎也会手麻 还有万管综合症 这一系列的疾病呢 它都会引起手麻的 那如果说你只是 刚刚开始发作麻木 那我们可以自己拿揉 拿揉上枝 或者是拍打上枝 经过自己这样的 这个刺激之后 还不能缓解 或者说当下缓解了 但是很快又麻起来了 那这种情况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 先去医院做正确的诊断以后 根据你疾病的需要 来进行相应的治疗 嗯 那什么是那个 万管综合症呢我想 万管综合症 其实说说鼠标手的话 可能大家就比较 哦 这有的许多 许多 对 用鼠标用的多的人呢 会容易发作这个病 对 就是万管呢 经常受压迫 那局部的气血循环不畅 那里面的一些基建呢 可能会出现水肿 正中神经从万管中经过的 那旁边组织于水肿的话呢 神经就会被压到了 压到以后手就会麻 会痛 特别是晚上会痛得厉害 白天起床呢 可能还好一点 那这个万管综合症的话呢 在什么骨折呀 或者是脱胃呀 或者是一些内分泌紊乱的 一些患者身上呢 都会有 但是比较常见的 还是用鼠标用的多的 这种比较多见 那怎么去调理呢 应该怎样 需要按什么月位呢 这个调理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 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 对 因为相对来说 还是要专业一点的 治疗效果才好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通常 大家也会有一个常识的 就是比如女性 每个月的生理期的时间 有些人就说是 严禁按摩推拿的 不要说这样的刺激呢 其实是对你那个 驚奇有影响 就是已经流穴了 但是也有人说 你再按的时候 留得更多是吧 有些人就说 只要不是在 驱缸腹部的 对 就是说 你比如在肩颈头 四肢的这些穴位 都可以按 到底是哪一样呢 是严禁按摩呢 还是避开一些穴位呢 这也要看具体情况来定的 那比如说这个患者 只是颈尖痛 那他虽然是来月经 但是我们按颈尖呢 是没什么禁忌可以做的 那如果这个患者呢 他是腰痛的 那这种患者 暂时就先不要按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患者他也腰痛 但是同时还有痛经 就本身他月经又不调 又有很多血块的 那这种情况呢 反而你给他按一下 他会缓解得快一些 所以要看具体情况来定的 明白 而且如果患者是 相对体质比较虚的 那我们就尽量少刺激他 好了,下面就进入 我们的健康时间环节 来看看我们现场的观众 有什么要问一下张主任的 张主任,我想请教一下 我在20天前背脊骨比较痛 去看的时候 然后医生说是一个胸椎移位 我想请教这种状况 适不适合按摩呢 还有要注意些什么保健 背痛的话呢 首先,我不知道您 20天前是怎么开始背痛的 有没有过外伤史 如果要是没有外伤史 而且您在其他医院 已经确定看过确诊了 就是胸椎关节紊乱的话呢 这个是完全可以做推拿的 胸椎关节紊乱 除了背痛以外呢 它往往还会引起这个胸闷 还有呼吸不畅 有的时候呢 还会深呼吸的时候 感觉疼痛 甚至严重的话 可能翻身都觉得有点困难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还是建议您到正规的医院 去找正规的推拿医生 帮您做胸椎的推拿 和关节腹位 帮您恢复健康 我想问一下 一个慢性的风湿关节炎 可不可以按摩呢 慢性的风湿关节炎 在慢性期 就是非发作期呢 是可以做推拿的 如果是 关节正在红肿热痛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建议做推拿的 因为要避免 因为推拿的手法 造成炎症的这种慢炎 加剧疼痛 但是在缓解期 做推拿呢 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可以促进一些 表浅的水肿的吸收 那这样的话呢 在缓解期做推拿 其实对整个关节的功能活动 都是有帮助的 那今天可以说是获益良多 因为经过张祝恩的介绍之后 我们学到很多很实用很简单的按摩 中医推拿的方法 例如可以拍摄大腿 小腿 老人家在家也可以经常这样做 当然要记得的就是 这些只不过是预防或者减轻症状 有问题了,还是要去医院 对了,有问题 不要自己在家乱去做 一定要请教专家 谢谢张主任,谢谢三位嘉宾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各位,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繽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